已经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国际服饰服装博览会 其中大爱感恩科技将时尚结合了环保 以及科技结合了爱心 展出了一系列的赈灾衣物 深获大家肯定 重度雾霾笼罩好多天了 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参与的人纷纷戴上口罩 环保成了近来众所瞩目的焦点 大爱感恩科技的服饰 带动环保潮流 用回收的宝特瓶做义务 吸引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参观 尤其在很多的世界上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志工 甚至让我们发放的一些乡亲 或者是灾民 能够享受到我们台湾纺织方面科技 那种爱心 科技结合爱心 展出的赈灾系列包括毛毯 就常随志工赈灾传递大爱无界 在美国新泽西发生的爆炸意外 志工发放毛毯 是回收的宝特瓶做成 菲律宾海燕风灾送上的毛毯 带来无懈温暖 由于灾难现场环境往往克难 志工赈灾常穿的白布鞋 就以功能性考虑设计 那有些时候是有钉子的 有时候是有木头的 或者是断裂的房屋的一些里面的结构的 那它在这个赈灾的过程里呢 它可以透过这个鞋子呢 是可以112公斤的防穿刺的 铁都刺不进去 响应环保当然不只是把理念穿在身上 身体类型还是最重要 大爱感恩科技希望透过服饰的推广 邀请更多人加入环保志工的行列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北京报导